事情发生在一年前 那时候刚找到一份新工作 我承认我很喜欢打电动 因此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真人广告时 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们 征求游戏玩家 事实证明 这份工作并没有那么简单 对 我的工作就是玩电动游戏 但却要玩一整天 每天15小时 每周7天 一整年365天 都在打电动 我只有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以及早上和晚上 各有半小时可以用餐和洗澡 全年无休 没有休假 不接受的话就只能辞职 我吓坏了 也不太想同意 但我听到年薪后 就立刻接受了 如果我只做一年 那我这辈子就不用再工作了 因此 我决定尝试一下 第一天 他们说我得在某间办公室里工作和生活 在那里会有我需要的所有东西 我在早上8点抵达这个地址 这个地方很大 也很漂亮 一位女士在这等我 并把我带到我的房间 是这栋房子后方一间去黑的房间 房间里有一台配有游戏主机 喇叭和控制器的大电室 还有一张舒适的沙发 一张桌子和一间浴室 看起来就像是玩家的天堂 我一开始还想整年都待在这 甚至可能永远都不离开房间 根据行程表 我必须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 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洗澡 然后享用送到我房间的早餐 到了8点半 我就必须开始玩游戏 应该说工作才对 系统每天都会根据老板的要求 加入新的游戏 而我的工作就是完成进度 如果我肚子饿的话 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些点心可以吃 这样才不用中断游戏 而我每5个小时 就能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 让我去上厕所或运动一下 到了晚上11点半 系统就会关闭 这是我吃晚餐和洗澡的时间 睡觉的时间是从晚上12点到早上8点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明了 我对此也相当兴奋 8点半一到 我就开始玩第一场游戏 第一个8小时马上就过去了 我想做些运动 但我必须再等两个小时 才能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 到了下班时间 我的脖子开始有点痛 但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吃了一些点心后 我又继续玩了两个小时 才拿到应有的休息时间 对我来说 10分钟已经足够让我恢复精神 并在剩下的5个小时内继续玩游戏 老实说 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我的梦想实现了 我可以整天玩游戏 同时还能赚很多钱 而且没有人会打扰我 第二天 刺耳的警报声把我的酬醒 当我想找到关掉他的开关时 我不得不把双手压在耳朵上 这声音真的太大了 最终 我发现必须起床 并走到电视前按一下按钮 好险 警报声终于关掉了 好 现在我知道了 我去洗澡 并在洗完后吃了早餐 到了8点半 我已经准备好开始我第二天工作 并为此感到兴奋 在这时候 我又发现了另一项惊喜 当我看到当天的行程时 我几乎叫了出来 我要玩的是尚未发布的全新游戏 这真的太棒了 我肯定这绝对是地球上最棒的工作 第四天 今天我遇到了一些状况 我的手指起了水泡 所以必须用绷带包扎 连续玩15个小时的游戏 真的有点难 我需要多休息一下 在开始工作三个小时后 我试图偷偷休息一会 但并没有成功 当我按下暂停 并放下游戏控制器后 系统就像发疯似的乱响 直到我拿起控制器 并重新开始游戏以后 系统才停止了警报 好吧 不能暂停 了解 第15天 我必须包扎双手和手指 现在我的视力开始变得模糊 前方的东西也看不清楚了 我觉得两只脚都变得软趴趴的 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尽量多走动 但我总是觉得非常疲惫 如果我忘记该怎么走路的话 该怎么办呢 昨天我一下班就睡着了 我甚至什么东西都没吃 直接倒头就睡 但我最近的睡眠品质就变得很差 在我的梦里 我一直在赛车 踢球 用方块建造房屋 对战 和寻找物品 我的工作连在梦里也不放过我 感觉一天不止工作15个小时 而是24个小时都在工作 早上了 我被警报声叫醒 但我现在只想睡觉 而且希望我能像平凡人一样 做个平凡的梦 还有350天 今晚 在睡觉之前 我必须想一个计划 来让生活尽量变得正常 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 第32天 度过了一个月了 算是获得小小的成功 我变得更有条理 并且想出一个不错的系统 来防止自己发疯 我尝试尽量站着玩 并在能动的时候尽量走动 我在户外度过所有休息的时间 享受新鲜的空气 并进行视力运动 不过 我的视力还是很模糊 而且眼睛也会发痒 不过 有个坏消息 今天我突然发现 我会看见一些东西 那些游戏里的东西 他们正悄悄进入我的现实生活中 昨晚我在洗澡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辆汽车 在我面前撞毁 我完全不知所措 但是 这并不是真的 绝对不是真的 而更糟的是 我开始以为自己是游戏内的角色 力量70 智力90 神命值50 第100天 四处走动是个好办法 但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我睡不好 也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我觉得我好像变成 呃 我也搞不太清楚了啊 我太累了 甚至连运动的力量都没有 我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运动了 每当我坐在沙发上时 双脚就像失去知觉一样 至少我每天会来回浴室两趟 所以表示我的脚还没有完全瘫痪 至少还能动 我不记得身体有哪天是不痛的 不停地痛 但我却已经习惯了 我的手腕 脖子 后背 全身都在痛 我也经常感到头痛 生命值 30 这几天我在去浴室时发现一些状况 我几乎走不了几步 因为我的腿根本动不了 我觉得我永远无法离开游戏了 因为它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即使在我休息时 游戏也无所不在 我的现实生活已经变成 所有我玩过的游戏的疯狂集合体 今天 我在桌上看到一个箱子 我以前从来没看过它 所以我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试图握住它 然后才发现原来它不是真的 原来箱子是我幻想出来的 我想 我的身材也大了一倍 因为现在我需要两倍的沙发空间 生命值 20 第366天 这是第一次 警报声居然没有响起 那位女士在早上11点把我叫醒 并把薪水给了我 告诉我是时候该离开了 薪资条上的数字确实很可观 但我甚至连高兴的力气也没有 我不敢相信 这一切终于结束了 我成功了 飞机在我眼前坠毁 但我早已经习惯了 我甚至连看也不会看 握着我的钻石键 我步履满山地走进浴室 并撞碎了路上所有东西 因为对这个小房间来说 我现在变得太大了 我的伙伴们正在进行占领城堡的任务 但那已经不是我的使命了 反正他们也不是真的 对吧 说实话 我甚至分不清哪些事物是真实存在的 那位女士带我下楼来到前门 当我走到外面时 我的眼睛几乎睁不开 阳光刺眼到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她给了我一副墨镜 于是我便离开了 我看见人们和其他奇怪的生物 在到处乱跑 汽车呼啸而过 方形的绵羊在我旁边吹吵 我用尽了所有精力 教了部计程车 最后终于回到家里 现在我变得很有钱 但也超级不健康 我想我需要用上一辈子的时间 才有办法恢复正常 而且我再也不要玩电动游戏了